他是星野电影里出场最少记忆点却最高的 不管是唐伯虎点球箱 大话西游 武装员苏起儿还是大内密探00发等 都有他的身影 角色还都是同一个姓名 同一个动作 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说 这个可能是如花 但这个人是如花又有点不太可能 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 他没参演过大话西游 没错 这个人就是如花 甚至大话西游他真的参演过 还是两个角色 猪八戒和牛魔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先放着等会儿说 就先单说这个人 如花 原名李建仁 身高180 是星野的发小 1961年他出生在香港 父亲曾是家和电影公司的专业摄影师 在父亲的影响下 花哥从小就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确实 政治家的儿子将成为政治家 银行总裁的儿子将成为银行总裁 这样下去不管过多久 日本还是不会改变 反正像我这样牛马的儿子也将成为牛马 1976年正在初二的李建仁迎来了一个新的同桌 这个人就是周星驰 此时离霹雳先锋还有12年 离1992年还有16年 他们也从来没想过以后会成为喜剧之王 那时的李建仁很外向 一到放学就会约星爷一起去网吧包酒 很快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兄弟 1980年李建仁和周星驰同时毕业 虽然人哥家境优越但学习差 大学梦碎 虽然周星驰学习好但家境贫寒 所以也大学梦碎 随后他们就一同放弃学业 走向了打工之路 在这条路上他们还认识了新朋友 就是梁朝伟 三人中也除了梁朝伟 其他两个人都有了电影梦 人哥是因为家庭影响 星爷是因为接到了上帝的剧本 所以也是在之后的一次采访中 梁朝伟和星爷回忆往事时 星爷依稀记得他们的合影 他们的故事 一起玩耍一起暗恋隔壁斑花 但梁朝伟却已经忘了阿人 到1981年周星驰有了新的目标 当时李小龙电影风靡全球 众多粉丝里也包括了星爷 他把李小龙视为自己奋斗的偶像 表示一定要成为和他一样的电影明星 而李建仁这边 他的父亲本就是电影行业的人 他觉得这孩实在太累 非常反对自己的儿子和周星驰混在一起 好 你会为了你的认知付出代价 从这一刻起 他们就分道扬镳 人哥 爸宝从事了餐饮行业 星爷则拉着梁朝伟一起 报考了香港无限艺人培训班 而下次他们重逢就是十年后 周星驰在这十年众所周知 通过跑龙套 从一个无名小卒到金马奖最佳男配 开始有了喜剧之王的雏形 梁朝伟也根据自己帅气的外表 在影坛混得风生水起 人哥虽然日子过得也算富裕 但每每看到电影里的昔日兄弟 也会为自己当初的选择不甘心 直到1989年 他终于还是没能经得住诱惑 选择了换行重新开始 经过星爷的介绍 他开始在电影公司担任幕后场绩 别小看这个职位 很多人都是从这里偷学技能 日后成为大明星的 人哥刚来也偶尔跑跑龙套 但长相摆在那活不起来也是一定的 时间来到1992 李建仁和周星驰都迎来了他们人生的转折点 这年周星驰从星载变成了星爷 他在北京拍摄《武装员苏起儿》时 把电话打给了李建仁 兄弟快来旅游 北京实在是太好玩了 行 就这样 人哥收拾行李也赶忙了首都 本以为只是星爷太无聊 交个朋友偶尔一起包袖啥的 可一到场 李建仁就被星爷拉去化妆准备拍戏 好了 荧幕第一丑女如花就此诞生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丑 这么想打她的女人 不过当时还不叫如花 叫我朋友的妹妹 上映后不但电影反响很大 她的角色也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直到1993年 唐伯虎点球箱里 李建仁的形象再次出现 依然是这个丑逼 依旧是男扮女装 他那个背对镜头恶挪托姿的样子 和转身后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场戏在片场周星驰是有心理准备的 可转过来后是真的忍不住 总是忘记台词 确实和熟人在一起 好笑程度就会翻倍 那没办法 这样下去也不成 周星驰就说 你用手抠鼻子挡住半边脸 好了 从此更经典的挖鼻孔的如花也诞生了 这部唐伯虎点球箱上映后 比上一部反响更好 这也让李建仁意识到 自己该如何再演一圈混 1994年 他们再次合作九品十马关 而这次李建仁的角色有了他的名字 吴花 这也成了他的专属人物 也是王精偶心立血想出来的名字 这王精也确实有一首 日后的很多电影 他都以这个形象平凡助境 特别是在大内密探零零发中 要给星爷打绷带的戏 很是经典 很是搞笑 虽然李建仁一再强调 自己演过的角色男性众多 可给人留下印象的还是那个吴花 而对于他来说 周星驰是帮自己实现梦想的人 如他所说 星爷就像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 没有他 我怎么可以在电视机前和观众们见面 原来这么丑的女孩子 都可以受到全国观众的欢迎 从2000年后 星爷退居幕后 李建仁也退圈 虽然后面他的电影也有类似的人物 可都没有李建仁这样的反响 好了 这下我们该说大话西游了 其实仔细看这部影片的观众是能看出来的 像第二部开头的猪八戒就是他饰演的 而且看人物面部 特别是眼睛 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如今 李建仁已经60岁 前两年被爆患有中风 瘦了80斤 险些丧命 如今的他虽然需要轮椅 但精神头还在 据他所说 养病期间 很多好友都多次先来探望 给予帮助 其中也包括周星驰 黑子说话 我看谁以后还说周星驰不帮自己 周星驰做人不行 从武装员苏喜儿到少林足球 再到隐退 他一共出演了20多次如花 当他被问起怎么看待这个角色 会不会不喜欢时 他的回答则是 不管如花还是李建仁都是我的名字 26年来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但我们想想也能想到 这种戏路一定不会被家人支持 也确实 现实中 女儿一度不想在朋友面前承认这是我爹 因此 他们总会发生很多矛盾 也能理解吧 谁没个少年无知呢 在后来的一次节目里 记者连线了李建仁的家人 女儿也表达了对父亲的理解和爱 他表示 无论父亲做什么 全家都会支持他 这话也让建仁哥感动落泪 其实他也曾想过放弃 可看到观众的热情还是选择坚持 你说那火了转型不行了 很多演员都是这样 确实 演艺圈很多人都是因为一个角色出圈 然后选择转型成就自己的 李建仁这样想过 也这样干过 可能是如花的形象实在是太深入人心的原因 让他的戏路变得非常狭窄了 很多观众只知道如花 不知道李建仁 演员的角色火人不火 可比歌手的歌火人不火要严重很多 他如果换个撞造 根本没人能认出来 就像在电影《江湖论见十路》中 他饰演的宋朝县令就很爷们儿 还一再强调自己饰演过的角色 一半都是男人 在中风的前几年 他还辗转过内地 出演了很多网剧 最知名的就是屌丝男士 反正我是觉得演啥都没有如花的影子 不知道是到底演技有问题还是怎么 像吴梦达 虽然也是配角 但能看出演技 李建仁如果也拍个能体现自己演技的作品 应该也能差不多吧 好了 希望他能够养好身体 多陪伴家人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见 给了多些机会去试不同的东西 还有医护人员也很饿 我会积极地帮他 躺杀了 我会积极地帮我